我之前在酒楼看到魏先生跟曾母亲在一起 他们在一块 嗯 电视剧当家主母正在热播 在最新的剧情中可以看到 由于沈醉喜在苏州之谨业的影响力太大 惹来了关老爷李赵的针对 此人先是利用丁荣挑事 想趁机对沈醉喜上大行 如果让他得逞 沈醉喜就算不被打死 也会就此颜面扫地没脸见人 在这危机关头 任如风挺身而出 主动为他的大嫂扛下了私事大半 沈醉喜总算是躲过了一劫 可李赵并不想轻易放过他 他欲图诬陷梁公与沈醉喜有染 一旦消息传出去 那醉喜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虽说魏梁公提前听到风声 宰曾宝亲的建议下不再与政府有往来 可李赵依旧四处传播谣言 眼看沈醉喜就要背扣上不真的恶名了 关键时刻 他想出了一招苦肉计 这天沈醉喜与魏梁公在大街上碰面 醉喜故意挑了个人多的地方 对魏梁公怒甩一巴掌 目的正是与他撇清关系 沈醉喜一招破局 可算是把李赵气炸了 不知道之后剧情会怎样发展呢